文官你好,TV採訪, 請問一下, 文官你何時有這個聯邦出來參選 文官是因為甚麼事件禁法到你不出來參選 沒有甚麼事件引迫我出來的 但你可以說引迫的就是香港泰斯連 我覺得香港泰斯連, 立法會都做不到事, 完全香港泰斯連 大約是今年三月尾, 四月頭的時候 我就想想我都要出來參選 當時我還在審我, 我一直都審到前一個星期二 我覺得香港泰斯連, 我就想想有誰做好過我呢 我是想不到, 有誰這麼中立, 這麼講道理的呢 實際上是很難的, 因為我選舉的時候都是這樣做的 選舉要香港的選舉公開公平誠實 我是最公開的人來的, 見你們記者朋友永遠是讓你問到夠才走 除了租時間短來趕走呢, 如果不是, 任你問 實際上是要解釋, 是要溝通的嘛 當然是, 那位朋友知道, 在選舉事務處我是任人問的 每位記者來, 我任你問, 不認識的, 尤其是現在初初, 不認識的呢 我告訴你, 那個規則是怎樣的, 那個法例是怎樣的 如果認識的話, 我就不講的, 你問我, 你浪費時間 為什麼你不認識, 你沒有做功課等等的 這些是很重要的, 實際上是一個溝通來的 那我個人一向是重於溝通, 還有最重要的是透明度高 因為那個法庭一樣, 你判人有罪, 你要解釋, 你要給他理入 還有你是要公開判人, 人人看到的 你說沒有人看這件事, 沒有興趣, 沒有人來看 那我沒有法子啦, 但有人進來就讓他進來看的 實際上是很公道, 很公道, 我個人一向是喜歡公道的東西 不公道的, 違反我的意願, 我不喜歡 如果有些問題, 你之前都見過的黨派 就說很多人參選行政長官都要爭取一定的選委提前才可以 你有沒有信心可以拿到他提會的支持, 還有是不是主打是ABC Anyone和Cy的選委的支持 那個ABC是未必的, 我不認識那些選委 但是實際現在來說, 都是認知過早 都沒有那1,200人出來, 除了那些當然委員 即是立法會議員, 還有NPC的Congressmen 那些叫做印大代表 除了那些, 政協都不是 政協都有202人要選51國 所以政協都未必有得做選委的 當那個選委都未組成的時候 你怎樣問人支持你呢 實際上我當然有說一句為你支持 然後我第二句就說, 你不用回應我了 你不用回答, 因為你不可能說好啊 因為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你自己是不是選委你都不知道 你就多數不准說這些, 這些無謂的東西 不會說這些無謂的東西 大家都明白的, 這些邏輯大家都明白的 為什麼你選在這個時候公佈呢 因為你憲政黨, 你不能出街 所以你選在這個時候, 選委都未選 你又要公佈, 參選你不去, 為什麼呢 第一, 我做完了法官 我做法官就不能做這些東西 就影響那些審案那些東西 第二, 很遲了 五年之前人家九月已經做了 現在已經是很遲了 還有我最近見到你們報告的人說 他們等, 有些人在等我, 等什麼 等什麼 所以我就早點, 我告訴你 我不是等東西, 沒有東西等 不是等東西, 最重要的就是 我誠心我想參選的就參選 我沒有東西等, 等什麼 現在第二天, 今天之後 有別的那些人參選 你就問他們等什麼 你等是等什麼 你為什麼會這麼遲呢 我就有理由, 因為我做法官 我都在認識, 當然我可以說 我叫他們短了, 但是有些不行的 有些案在這裡, 如果是審刑事案 是要審完才可以完 不可以押後的, 押後都不行 不可以說我審了這一節, 我放假了 第二個月才回來, 不行的 你影響人的自由 因為多數那些重案是沒有保釋的 那些東西都不行 所以你說我等什麼, 我就沒有東西等 我等我自己的案子做完 我做完法官就可以宣佈 那你撐不住他們, 等到很不改法 不是, 不是, 他們有他的理由 我都是聽理由的 我希望你問到, 解釋給我聽 請問一下, 管理好 我先問你, 但是商業變何和合議 想問一下, 現在社會上有些本土蕭條和港獨問題 你自己個人的這個看法是怎樣的 如果你做行政長官, 你會怎樣去處理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問題, 港獨的問題 我看《基本法》第一條已經說 香港是中國的白鶴方分離的一部份 所以你港獨就已經違憲了, 應該就是違憲了 但是我不知道那些人, 講港獨的內容是怎樣的 我不知, 我未聽過, 我不知他怎樣講讀 好了, 實情是一幫可行的事, 做一些不可行的事 先講違憲不可行的事 但是我未見過那些人, 我不知道他實情的內容是怎樣 他的理念是怎樣 我很想, 我現在當眾這麼多人面前都說 我很想見他們, 問一下他們, 喂, 怎麼解的 你解給我聽, 我真是很想, 我不是講假的 不過我未有機會見過他們那些 因為我當然是見我以前認識那些人 我未見他們新的那些人, 我是想見他們 希望他解釋給我聽, 你想搞什麼的 他解釋到如果我是滿意的 可能我會說你那個不是港獨, 你也不認 我不知, 你看我願意聆聽各人的意見 我也實情很包容, 他有道理我是會聽的 他實情是什麼道理呢 因為我現在就不明白, 我不明白 不明白就不是說我一意不可行, 我反對他不是 不明白, 你們要聽聽他說什麼 看是不是值得反對, 就是這樣 所以我是很歡迎, 他給我一個機會見他們 謝謝你 謝謝你